我们会做这个专业专业 我已经70岁 我期待给Lawrence 他准备了 2022年4月16日 时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在一场记者招待会上表示 他已经70岁了 他将会小心并有持续地 把新加坡总理领导的棒子 交给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寻才 两年后 新加坡总理办公室发文稿指出 李显龙在5月15日现任 并正式向新加坡总统尚达曼提议 委任黄寻才为新任总理 那么这一期的X分钟看懂 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新加坡的新任总理黄寻才 Let us move forward as one team Singapore and write the next chapter of our Singapore story together 根据新加坡总理办公室文告 黄寻才预计将会在5月15号晚上8点 在总统府宣誓就任新加坡第4任总理 同时提成新的内阁名单 现年52岁的黄寻才1972年出生 在新加坡东部的马林百列长大 父亲主席海南岛 在医保长大 随后到新加坡当销售经理 母亲则是小学老师 黄寻才高中毕业后 获得公共服务委员会奖学金 赴美国留学 获得经济学专业理学学士学位 与应用经济学文学硕士学位 并在2004年获得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从1997年 黄寻才加入新加坡贸工部 担任经济学家制2014年 主任文化、社区级青年部长 兼通讯级新闻部第二部长 至少在8个政府部门担任过要职 包括贸工部、财政部、卫生部、国防部、教育部 国家发展部、通讯级新闻部 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拥有丰富的领导经验 黄寻才至2015年9月11号起 担任马西林游池及选区议会议员 2022年4月李显龙发表声明 宣布黄寻才获得内阁成员绝大多数的支持 正式推举为第四代团队领导人 Laurant has told me that he's ready And this morning you heard him tell me He's ready for his next assignment 在李显龙宣布卸下总理职位后 黄寻才随后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表示 他将会怀以谦卑的心与深深的责任感 接任总理职位 并会全心全意地为新加坡与人民服务 目前来看新加坡政局稳定 黄寻才接棒总理一职应该不会掀起太大的联谊 可是有分析员指出 黄寻才接任总理一职过后 要面对不少的挑战 首先 中美关系正处于冷战边缘 中美两国纷纷拉拢全球各国站在自己那边 尤其在东南亚最为乐落 在中美关系上 新加坡秉持着不选边站的策略 维持与中美的等局关系 希望可以左右逢源 可是随着地缘竞争百热化 黄寻才也担心 在中美关系中会出现误判 他也认为 近年来贸易、经济和金融 常被用作地缘政治竞赛工具 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 及限制晶片出口等行为 将会把东南亚国家 带到一个更加分裂和危险的世界 因此在他就任总理后 如何在中美之间维持良好关系 成为一大挑战 第二 国安法导致外资纷纷撤离香港 而新加坡就成为他们首选避风港国家 由于大量海外人才与资金涌入新加坡 新加坡去年全年核心通胀率达4.2% 当地物价快速飞涨 贫富差距持续拉大 这将构成指证的挑战 第三 黄寻才从李显龙手中接过总理的职位 并没有经过选举的考验 新加坡将在2025年11月面临大选 如果不能维持目前指证优势 黄寻才恐怕只能做一年的总理而已 事实上 之前选定的第四代接班人王瑞杰 就成因为2020年人民行动党大选得票率降低8% 被迫以健康为由辞职 将财长职位交给黄寻才 如今黄寻才虽然接下总理一职 但仍需要面对选民的考验 自新加坡独立以来 李世家族就牢牢握住新加坡的政治命脉 新加坡自1959年脱离英国殖民成为自治邦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便担任总理 新加坡独立后 李光耀更成为新加坡成功魔术的主要设计师 他在短短几十年就把新加坡迅速打造成富裕发达又法治严密的国家 民众的生活水平也大幅提升 1990年李光耀交棒副手舞作洞 然后2004年再转交给长子李显龙 虽然李光耀名义上退居幕后 但在新加坡政坛仍具影响力 直到2011年5月才正式退出新加坡内阁 可是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因为唯一在新加坡担任政府要求的李显龙次子李鸿毅 被很多人视为李氏家族第三代领导人人选 但他已经公开表明五星政治 不过只有37岁的李鸿毅依然年轻 还是很有可能走向重振的道路 根据YouGolf民调显示 对于黄寻才即将出任新加坡第四任总理 不半数新加坡受访者相信黄寻才能够胜任总理一职 约45%的受访者新加坡人表示 充满希望反应正面多于负面 那么身为大马民众的您 对黄寻才就任新加坡总理又有什么样的看法 此外未来在新总理的带领下 您又对马兴关系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欢迎在底下理性留言分享您的看法 也记得要按赞 还有把这一支影片分享出去 这一期的X分钟看懂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拜拜